早晨7点半 桃园大园区后臭国校六年级毕业生 不为寒冷飘雨的天气 跟着队长一起坐行前暖身操 牵起脚踏车 准备展开早上的单车训练 后臭国校每年都会带着毕业生 展开单车环岛旅行 今年则选在3月9号出发 因此学校师生在24号一早展开行前训练 特别巡礼附近的沙伦国校和主委国校 接受两校师生的鼓励与欢迎 其中主委国校三年级同学 也一搭过来欢迎他们的到来 而后臭国校同学也带来了 舞师 舞艺和直滴表演 为环岛旅行与他校交流做好准备 也让两校校长感到不已 今天非常感谢主委国校 彩立校长特地欢迎我们后臭国校 来做一个行前的训练 这一次的训练 我们就是走环岛学校交流的情形 小朋友们骑自行车过来 我们自己准备两只狮子 还有我们的大鼓 还有我们的子弟到学校去现场表演 我相信这对孩子们来讲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体验 今天很高兴后臭国小他们的这个舞动奇迹 放眼台湾的这个活动首战来到我们主委国小 那我们主委国小准备了这个太鼓来跟他们迎兵 然后后臭国小他们也准备他们的古艺 还有舞龙舞师 祥师献锐 不是觉得今天最大的收获应该是孩子 那我们看到两校不同的特色 那可以借此交流 那虽然我们即将在一年半后 两个学校一个是签废校了 但是呢我们这样子的孩子呢 只要在学校一天 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他们一天 那也希望他们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 还是可以健健康康快快乐乐成长 两校同学在表演结束后也一起享用了早餐 主委国小学生也借此机会 向后臭国小的学生界提问有关环岛骑车的事情 后臭国小同学们也分享 有人从一开始不喜欢骑车 到现在对单车环岛十分期待 又有人表示会继续精进自己的表演 让之后环岛到其他学校交流时 能带来更好的演出 一开始我觉得骑脚踏车有点累 然后后来因为一次的长辰练习 然后我发现 骑脚踏车有一些技巧需要注意 如果没有注意到那些技巧的话 你的 你会变得更累 如果你注意到这些技巧的话 你骑脚踏车会 轻松非常多 轻松许多 这个单车训练的时候很辛苦 但是训练完体力会变好 然后这个环岛不只要靠体力 也要靠意志力 如果意志力不够坚强的话 你就会在中间倒下 我自己会紧张 可是可以和全班一起骑车 我会很开心 然后希望我骑车的车距可以抓好一点 原本一开始我是不太喜欢武师的 但是因为教练教了很多我有兴趣的东西 我希望我能带给大家的表演可以更厉害 后奏国小推动自行车特色教育多年 带着学生们学习骑单车 让同学们能以不同的方式认识自己的家乡 也锻炼体力和自信心 推动至今正好满十周年 十分不容易 后奏国小校长也介绍了今年的单车环岛之旅特色 不仅要尝试跳岛 也会把握机会与其他学校交流 带同学们开开眼界 负责策划路线与训练的学校家长会长 也肯定同学们学习状况 也希望这段独特的经验 能成为同学们未来人生的养分 孩子要带到能够环岛回来 我想这一连串的训练 我们经过了将近七八个月的时间 将孩子从如何骑单车 再到如何认识交通耗制 如何骑乘技巧 我想一步一步的训练 让孩子未来在无论是出社会 无论是在单车环岛的一个里程上 也希望他们能够熟悉这样的技巧 那也希望未来的孩子们 能够飞得高飞得远 这我想是我们最大的期望 后措国小单车环岛 今年迈入了第十年 那我们的slogan是 舞动奇迹放眼台湾 能够圆满成功 那这一次的环岛有几个不同点 我们安排两次的跳岛 第一次是到我们的移动国土 外山顶中 第二次是到我们的小琉球 让孩子们登岛 骑自行车环岛 体验小琉球的一个风光 那也安排了五个学校的交流跟参访 那每一个学校的交流 我们会安排后座国小的特色 舞师还有鼓翼的表演 到每一个学校 我们会让我们的孩子展现他们学习的一个成果 在他们的人生中 会留下非常深刻 男女忘怀的回忆 后座国小与沙伦国小和主委国小 都位置航空城计划区 预计在一年半后 除了主委国小将签校到主委国中之外 江惠和陈康国小与镇头国小 共四所学校一起平招 证实飞校走入历史 也让这趟单车训练别具意义 学校师生们期盼在这盛夏的日子能好好陪伴学生们 让这些特色教育成为同学们童年美好回忆 记得刘宇婷和报道 圆满成功 耶